一杯多点 反正夏天距离多点 冬天生意不多 好距离小点 就是这 这个是挑盘 将刀挑盘 背盘 耍 而且再挑 背盘 咱这个鼻子 将刀再挑 挑盘 火头 将刀 就是 挑盘一看 这个 刀 热 这个 焯出来 耳朵也要划开 耳朵也划开 刷呢 刷 一划划开刷 捞汤 捞汤 这挑盘是不是也有好多种 就价格一种汤的 今天先把大羊猫下下去了 这会下的是小羊猫是吧 小猫好 就大人的包 就早下一会 就一会再下香了 大叔 你干这儿干了多少年了 两个干 我干二十几多年 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嗯 这一天能卖多少个羊猫 一百多点 你说晚上卖是吧 夏天是 五点半去过 冬天五点去过 那这就是乱斤卖还是乱哥卖 乱斤卖 一斤多少钱 三十年多 三十年多还是 现在已经有三桌客人在等了 羊猫还没有出锅 其实我们也在等 你今天买几个 我今天买六个 六个带回家吃啊 对 对 哎呀 回来这要吃个羊猫 跑了腿腾 嗯 这个是哪儿老板 中五羊猫 一斤几个 九十五 哪里的人过来专门包了一锅呀 是这附近的人还是外市的 外市的 他专门来买了一锅 嗯 一锅有多少吃啊 给他煮了一百七 一百七 从来不几年了 我知道 我让我搁新家 你要个大点的 小点的 是吧 大哥 这么一大盆怎么给单独放起来了 一百一十元 这是给别人订出去的是吧 对 订了多少个 三十多个 这盆里边三十多个 全是给别人订的 对 他吃完饭都不要吃不饭 妈哥 小一点的钱 吃不掉 小二个木槿一样的 刮刮刮 现在都是卖的差不多了 一锅除了预定的三十多个 还剩了几十个了 二三十个了 都已经卖的差不多了 我要来小点 小点 你要给他什么 跑不上 吃什么 这小的红包 这才小了老师 这个你从哪跑过来的 六八 离这儿有多远呀 有三个多远 这边来买羊头吃啊 大家羊头味道咋样 这里的羊头不给破开 然后大哥们就直接这样吃 一整个羊头就这样吃了 就上蒜和啤酒 没得哈 大哥味道咋样 没得哈 没得哈 很经常吃 你就在那吃地方还是 你就家里来一家 你每次吃都来的 每次都吃羊肉都来的 我都吃都大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来到的是 河泽市曹县的里小湖村 来吃这个羊头 他家羊头特别火 出锅半个小时吧 已经被卖光了 预定的预定 然后那个啥 买的买已经被光了 老白第一次吃整个羊头 给大家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我要了一只比较小的羊头 是因为我没有吃过这个整治的 我不敢怎么样的吃 第二个就是因为我没吃过他家的 想尝一下味道到底怎么样 吃一下肉肉 我觉得味道不错 除了不敢吃 尝一下这个肉 我觉得这个味道很不错 第一下是不敢吃 但是这个味道真的是 咸淡适中 卤的特别到味 而且这个肉啊 你来到嘴里嫩嫩的 并不是我平常吃的 人家水盆羊肉什么 比较柴的肉 我吃一下这里的肉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这个味道 怪不得在家生意这么好 想背着 冲着看就背 这里冲着背看 我不敢 我就这样吃 刚才老板的儿子帅哥 叫我怎么吃 我说我不敢 我就敢这样扣着吃 你要让我把它掰开 我还不敢 有着吃货的心 没有吃货的胆 利推啊 利推他们家的羊头 特别好吃 真的肉质滑嫩 然后味道是特别到味 而且这个咸淡是刚刚好 刚刚好 他们说这是一个羊头店吧 其实也就是搭了一间 那个简易的采访 老夫妻俩就过这个 经营的这个店还不错 就一天一百多只羊头 基本上老板刚才说 百分之八十都是回头客 哇 口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